大家好 今天我想做一個room tour的影片 這裡就是我的房間 其實這扇門平時我很小心 通常都是開著的 我們就一起進去了 進來我的房間 這邊就是化妝桌的位置 我的化妝品在這裡 太暖太多東西 而且這張椅子其實我永遠都會用來擺衣服的 我不坐的 我只是站著化妝 而且這張椅子就是我的袋子專用的 就是專放我的袋子在這裡 好了 進來這裡 這裡就是洗澡的位置 而到這裡就是洗手盆 我平時用開這個 很少用那個 所以你看到那邊比較多東西 平時我這個不打開的 是Jessica的東西 是我的化妝品 因為我們太多東西了 所以要用一用這個櫃桶 好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洗手間 去到這裡 就是我的化妝品 全部都是衣服 這裡全部都是鞋子 袋子 全部都是裡面的 好窄好窄 而這裡我想介紹這個 這個帶子超好用 是一個帽子的帶子 可以勾住那顆 然後可以有帽子放在這裡 還有這邊是一個鏡子 一個全新的鏡子 Hello Hi 好了 完了這個部分 就下去了 這裡就是地毯 記得說 OK 拍一下地毯 拍地毯 就去到我的房間了 我的床 就是我的床的位置 然後就是這樣 就有一個櫃 這個櫃和床是一樣的 就是同一個款式 然後呢 我有些蠟燭在上面 還有 還有 我平時點蠟燭 以前我點得很近的 在床頭的 但現在呢 我通常遠一點 因為我聽Jessica說 會吸收我的氧氣 對 所以我就放遠一點 這樣 還有這裡全部都是衣服 即是我不可以再買衣服 全部都是衣服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Paleo的位置 我平時真的不出去按鈕 很少很少很少出去 這裡就是這樣 平時可以在這裡走錯 那些 但就不要看這些樹 因為我平時很少淋水的習慣 所以它們已經 敷枕了 其實 然後 平時很少 還有一個水喉在這裡 應該用來淋水的 所以就沒有做到 好了 進來 這裡就是我的床 這個床就是配上那個櫃 那個 那個 那個款式 是一樣的 都是金色 還有一些 公廷 公廷 然後這裡就是我的衣櫃 太多衣 太多衣 通常都是裙 還有一些 衣服 還有一些做運動的衣服 就放在這裡 床的右邊 就有一張 有點恐怖的椅子 其實起初我買的時候 上網看 沒有遇到 這樣的顏色 還有 這麼大 然後 後來 我就用來 放了衣服 其實之前我很多很多衣服 但我現在 都放在櫃裡面 所以現在 有一點點衣服 這裡 這裡有個 nightstand 就是 有個燈 然後有個櫃桶 這個櫃桶 都是配上床的 都是金色的 同一個系列 而這個 這個 這個 Tissue 這個東西 我就是另外買的 但是剛好 顏色 就很適合 也是金色 超級 公廷風 嗯 然後有鏡子 常常都 要 表一下自己的樣子 現在繼續 去 另一個房 就是客房 來的 就是 這裡 其實這個客房 這個光 其實也挺光的 嗯 真的不錯的 這裡就是 Jessica的行李箱 先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就是 客房的床 這個是我舊的電腦 就是我還在 有時候都會用它 還有一些燈 就是拍攝的燈 也在 還有我的printer 還有很多貨 我們Jane Beauty的貨 是 在這裡 而裡面 也是一個closet 很嫩 所以我就不開給你們看 也是一些貨 那些東西 這邊呢 就有一個公仔 可以幫他穿一下衣服 有空 但是我就沒有 然後這個眼燈 就是真的 就是 這間房 其實是唯一的 就是眼燈 就是上面是沒有燈的 這裡就是很漂亮的 粉紅色的 就是可以用來燙衣的 就是不用用燙衣板 就是這樣燙一下 就是很方便的 這個 然後這裡製作多些 那些 Jane Beauty的貨 就是 這裡就是 下次來的 很光碼 陽光超級光碼 全部都很白 因為 其實沒有人用的 這個 我有時候也會用一下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 Room Touring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這個影片 Follow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